你好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是12月17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就會回香港 我什麼時候回日本呢? 其實是19日早上我就回來了 因為19日晚上我就要開直播 回去後有幾件事要做 首先第一位約了有其他YouTuber 應該不會拍片 但是那個原因就是 我們就看看有沒有什麼合作的東西 然後就要運一些貨回香港 當然不是為了某一件事特別去做 覺得幾件事都在一起 還有世界杯決賽 我又幾年無見過我的朋友 香港現在就說不用零加三 可以去餐廳吃東西 每樣小的因素加在一起 就導致我今天三天兩夜 都不可以說三天兩夜 兩夜一夜半 我也要回去 最後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我爸媽來的時候 買了很多東西 免費了 我們乖乖地拿回香港 過冷河 我順便回香港拿我之前買的東西 回去就主要做這麼多事情 今集這段影片 就是想看看 其實入境現在變成怎樣 加上我自己也很久沒有回香港 其實自己搞綠碼都搞了很久 我是完全不懂 發覺我自己很笨 香港現在不用零加三 入境覺得如何快不快呢 我相信應該會有觀眾上知 畢竟我的頻道也有很多 住在外國的香港人 可能大家看到零加三解除了 都想回香港 今天大家一起看看 回香港的程度 到底是否麻煩 現在已經在香港國際機場 剛剛一落機 其實我很迷惘 因為日本從來都沒有防疫的東西 驗不驗的 這是我第一次的 接著我又很迷惘 下機 在那邊跟著人群走 然後進去 之前搞了綠碼 然後做了一個 尿後看的一個 快刷 很不知道 總之 很快 其實就是 我一出來 到現在準備搭這些 大約是10分鐘的事 好 你肯要不肯要也是麻煩 是啊 食食方面 什麼事 生仔這些 很… 天意 有你就有 嗯 沒錯 早晨 現在是在香港第二天的早上 昨晚跟朋友去聚舊 看黑羅地貴 然後現在我們去喝茶 等一下會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 我回來了 這個大約24小時 有什麼感受 先吃東西 不過吃東西 這裏挺好吃的 茶餐廳 但是呢 又有得吃甜心 哇 好貴 原來現在香港的食物 真的 我爸爸 和我媽媽 一在日本回香港 第一件事就是 剪了頭髮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見 十天 因為他們回了香港十天 我都已經過來了 明天呢 早上十點九機 那我今天呢 打算看完球 晚上看完決賽的時候 打算直踩去機場 那又 不用那麼辛苦 那你也知道 如果是要8點到機場 那我明天就要5-6點起床 那不如不要睡直接去機場 那 但是 發現了現在香港機場 是全面禁煙的 即是說的是 整個機場範圍都沒有吃煙 那我捱不了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還在 猶豫著 到底應該怎樣做 吃完東西了 這個FC2好像被人勾 香港真的非常多塔馬路 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剛剛吃完那個點心 那現在呢 我就去找我的朋友 那這個飲茶呢 那現在很貴啊 香港的物價 真的難怪我媽媽在日本 什麼都說便宜 剛剛那間飲茶呢 即它也不是真的茶樓 但是呢 那裡是兩粒兩粒這樣上的 兩粒要二十六元 二十七元一粒 超貴啊 十幾元一粒 對呀 真的很貴 大家是否覺得這個價錢 即是這個價錢 在香港現在是普遍的 是這個物價的 還是這裡是特別貴呢 不過 很久沒有吃菜心 即幾年沒有吃菜心 菜心真的很好吃 原來現在又去荷文田 桃瓜灣 鑽石山 去到烏溪沙 完全不知道 我對上一次的更新 總站仍然是佔東 不是 總站在香港 香港 咦 現在沒有了香港站呢 還是南昌呢 以前是 糟了我都忘記了 還是紅磡呢 以前是總站 我家裡想要去廁所 如果是廁所的廁所 我只是想要去廁所 你也想要去廁所 廁所的廁所 吸煙區哪裏有啊 這樣問 他就說在那邊外面有的 然後我說不是 外面不可以戴口罩 吸煙區是不是要戴著口罩吸煙呢 他說好問題 哥仔 他就說是不准脫口罩的 但是那裏是吸煙區來的 你自己領悟啦 那我問那是怎樣 然後這兩天在吸煙的時候 都心驚膽條 到底是可以還是不行的呢 然後我又問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說 其實拿正來說 真的可以拘捕你的 然後那一同時間 我又見到一輛富河雪糕車 那有輛富河雪糕車 那我賣雪糕 我又不想在街上吃 咦 那我怎樣賣雪糕呢 然後呢 個個都說 我的香港的朋友都說 是呀 這個好問題呀 沒有人能回答我 你們能不能回答我 那到底是 小偷歌粥 我小學四年級還是不年級認識他 我認識他二十多年 現在就來到元朗的一間 專賣日本酒的店 就打算和我們聊一下 好不容易之後 如果繼續買酒 和我們有沒有什麼合作 其實主要回來 都會有幾間店會議 去談這些事情 就不只是酒 有幾樣東西 現在就做事先 那你是何時開始喜歡喝酒的呢 何時開始喝酒 其實大概兩年前 認識了一個朋友 讀我喝酒才開始做 即是他是吃喝 然後教你喝 然後令你欣賞那個喝酒 對啦 跟著呢 就先因為這件事 就走了去讀這個禮酒師課 就你現在這一杯來說 剛才提到 可能有人跟你說 為什麼去喝酒 但你試不出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 沒有辦法 這杯一定是拿杯腳 為什麼呢 杯腳的作用就是 就是為了防止你手指手的溫度 影響酒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設計 那至於為什麼它會是 一個骨金香形狀呢 其實它的杯土 其實就是可以 令到它上升的香氣 再集中一點 那我們呢 其實喝酒來說 其實是民眾要過喝的 沒有過人的 那我們現在就這樣去聞一下 首先 最簡單的 你聞一下 覺得它是甜酸苦 甜 甜 好了 那我們就歸類在甜的部分 那它是什麼甜呢 果甜 果甜 好了 我們已經收到很小了 那開始用回 我們自己平時吃過的水果 聯想一下究竟是 香蕉 有啊 Exactly 因為我一聞第一個就是 香蕉 然後就是菠蘿 Tropical fruit 那類的東西 是 那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一定是以這個為一個主香氣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青州來說 我們會分四大類 分爽純熟 四類的香氣 那分酒是分衣草的分 其實主要就是帶回一些 具有花香啊果香為主的香氣 多數都是低屬於分酒的 爽酒 分爽純熟的爽 其實就是在喝的時候 它是會走一些輕快 學生 清爽感 甚至乎微炭酸的 都是歸類於爽酒 真的 它說的東西 和我喝的東西 完全形容到一個 你的心在想這一點 但是 你沒有文字形容出來 給別人聽 但是你聽到它說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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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字 去形容到 就是這個感覺 現在聽著的時候 看世界杯決賽 就是這樣 回來最重要的事 回來最重要的事 你的客廳很遙遠 你的電線應該很大 但是因為很遠 我就覺得好像不大 只是60 60 但因為太遠 其實應該要買70 我覺得可以去到80 對啦 但當時我覺得好像不太遠 你買哪個贏 沒有買 你覺得哪個贏 我想在美知贏 但是 發覺是高一點的 這個世界一般人有多少錢呢 幾百元 那麼厲害 你這裏三層呢 有幾個廁所呢 每一間房有廁所 每一間房有廁所 有四間房 就是全部套廁 你的才是人住的嘛 你知不知我現在搬了去 單位 500呎 應該沒有 四百尺兩房 一個廁所 一個廁所 但現在只有 我小朋友都去我一個 然後今天 今天早上 排隊撒屁 多尷尬 真的 你說你現在 是啊 排隊撒屁 以前三個廁所 我也是 不行啊 一個廁所真的搞不定 是尷尬一點 低燒要兩個廁所 OK 你們不明白 你們小肚子 哈哈 哈哈 早晨 現在是 12月19日早上 7點半 左右 我單間10點9機 這裡就是 我們家搬了 以前我們住村屋 因為我弟弟都去了外國 不需要住這麼大 去了附近 元朗的單位 即高樓大廈都住 在這裡新屋 不過就 不會介紹了 對 真的 好像 影片前段說 一個廁所 唉呀 你看不可以的 一個廁所 很多年 還沒住過 這麼高的地方 我們都住了差不多十幾年 以前住三樓 現在十幾樓 有風景 而且日本 你住超過12樓 就等於你住Tower Mansion 即是在日本住 很久 即是六年 都沒怎麼看過這麼高的景色 現在收拾好東西 就準備出發去香港國際機場 剛巧 剛巧 本來也不知道 我表姐 今天也是飛日本 他們11點機飛沖城 我10點9機飛大阪 所以我們一起去機場 他又住附近 所以 今天 我們等下八點鐘出發 去機場 那些出境 那些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很麻煩 會不會很吵架 我是很迷惘 我這兩天在香港 很多事情都很迷惘 到底 這裡 能不能吃東西 在街上買東西吃 會不會被人說 最後 我昨天有說 如果在街上吃雪糕 可以嗎 聽到我另一個朋友說 吃東西有豁免權 可以 隨便戴口罩吃東西 我說 如果我真的串魚蛋 那我拿著 那我就不用戴口罩 對吧 然後 我的朋友說 你這樣做 的確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很囂張 拿著 走十分鐘都不戴口罩 我相信 你也會被人抓 也會被告票 很難捉摸 標準度是什麼 現在都說 其實沒有什麼好統計 最重要 阿sir覺得你是 就是 那 也很 旺旺 這兩天回來 整個感覺 就是 吃煙的時候 好像回到 13歲 不能吃煙 嘗到你吃煙 然後很怕被人發現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不好受 還有香港的煙真的很貴 六十二元一包煙 我也知道 為何在香港的大家叫我戒煙 因為香港的煙很貴 不是健不健康的問題 吃煙也吃得你窮 還有看到油價 二十幾元一公升 真是糟糕 他是我誰 如何形容這個關係 表叔 表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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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不是表侄女 應該是 上次見他那時候說話 是沒有邏輯的 現在有問有路 對 你是不是完全都不記得我 有沒有一點點印象 沒有 沒有 好 確認了 接著這個檸檬茶 超重 放在機場上 看看有沒有原因 自己放回家 拜拜 檸檬茶 你去不到日本了 你留在香港 刪繩 回去吧 回來了 我想都是四五十個小時 五十個小時 五十個小時左右 現在回到大阪都兩三點 晚上八點鐘直播 日本時間 麻煩上飛機 機場 機場吃早餐 吃奶粉 三年沒有吃過奶粉 三年沒有吃過奶粉 現在就登機了 回大阪了 回到日本再和大家買個味 回到日本 香港機場 沒有吃過奶粉 很辛苦 公子的手上 大阪 現在已經在關西機場 我想賺一賺 他們這個入境 其實連我都要用Visage Japan 去搞 其實我是下機才知道 我是下機才知道 我下機才開始慢慢搞 他的指示很清晰 然後入境的時候 他所有的路線做得很好 然後全部都很快 一點都不混亂 這一點想不到 香港是做得比日本還差 香港反而有些混亂 但是日本這些 那麼多規矩 那麼麻煩 那麼浪禮的國家 竟然這個入境的順序 做得比香港還好 很滑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都覺得很滑 哈囉 已經回到大阪 回到公司了 現在已經是十月二十日 昨晚很累 做直播 這個是體力的極限 人類極限 那天手信都給Yen Jason和同事 今天就給了一手信公子 我不是說大碼的手信 而是我們有沒有印象 我們拍了一個日本語學校的影片 就說每個星期 就有四至五堂 免費 免費的 online日本語教室 不用錢的 你按進去就可以了 我時間就是香港的晚上七點 這個形式就會是網上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加入我們的Discord 就會有詳細資料 怎樣進去 時間表是怎樣 大家就要加入我們的Discord 是不用錢 加入Discord不用錢 教你人物不用錢 全部都不用錢 那有什麼要錢呢 其實有東西要錢的 就是我們的網店 如果大家有興趣支持我們 想買一些高質素的日本製產品 記得去www.minatotv.jp 我們昨天就買了一個護膚品 其實每一次的直播 我們有剪一條highlight 我會放在我的Facebook 還有我們網店也會有的 我們就沒有放在YouTube公開 因為放在YouTube的話 會令我們的版面很混亂 有興趣看的話 去我大阪Andy哥的Facebook 或者去minatotv.jp網店上 看highlight直播 最後還有一件事 想跟大家說 如果香港有任何商店 想找我們宣傳 我們由你現在看影片這一天 去到1月24日 23日 我們也是有空的 你可以邀請我們來香港拍攝 當然就機票交給你 我們就多謝了 好了 我們今集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讚好留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